有些人誤解短信正義只是政黨鬥爭 也有些人認為 過去的事不必再挺 傷口的表面 也許會在此癒合 但內心留下的創傷 卻不會自然消失 有些人誤解短信正義只是政黨鬥爭 也有些人認為 過去的事不必再挺 我要再一次嚴肅地表達 我不同意這種看法 面對國家的威懲統治 是每一個經過民主化的國家 都必須處理的課題 過去不會自己過去 傷口的表面 也許會在此癒合 但內心留下的創傷 卻不會自然消失 轉型正義的存在 就是為了真正撫平創傷 提醒我們曾經傷痛 切莫再犯下同樣的錯誤 依靠一般稀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